大家好,我是Elly 我做完上一次的牛角包测评视频之后 我发现呢,我漏掉了几个遗珠 而且我又在市场上发现了一些形状很特别 然后也不知道好不好用的电发器 所以我今天干脆就把它们都集中在一起 然后做一个牛角包测评的part 2 那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我上一期的视频的话 我强烈建议大家先去看那一集 因为那一集里用到的都是平时比较常用的 还有市场上比较常见的牛角包 那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些形状有些古怪 然后平时不是用来放在两侧电发用的电发器 那有些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但是也有一些让我特别惊喜的发现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废话不多说 来看看到底哪个工作哪个不工作吧 首先头发中分 然后在耳朵两侧的部分分区 把前面这部分头发留起来 剩下的头发再拿后扎起来 一个是为了方便固定牛角包 一个也是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 头发分界的部分就是一会儿牛角包在头上佩戴的位置 那现在准备工作就做完了 第一个是上一期的遗珠 我上次释放了10厘米和15厘米的牛角包 这次给大家看看13厘米的佩戴效果 我这次买的质量比上一次要好 当然原来的两个我使用的次数比较多 已经发毛了 但是这次的两头有风口 所以我很喜欢 而且整体的弧度很自然 中间最宽的地方只有3厘米高 这个我觉得特别实用 上次讲过了 这是可以自由弯曲的硬发包 不过夹子不太好穿透 这个佩戴效果很自然 因为最高的地方只有3厘米高 所以过度看起来就很平缓 我觉得做两侧电发的话 10厘米就太短了 13厘米或者15厘米的长度正合适 13厘米的话 需要在头顶的中间部位 再加上一点东西 让它整体看起来更完整 第二个是电发板 也算是常见的电发器了 这是小号的 卖家的尺寸是12厘米长 不过我量的是11厘米 这个软软的比较薄 背面有个小梳子方便固定 当然戴在头上的话 光用这个小梳子是不够的 还是需要用卡子 尤其是把它的两头给固定好 这样过度看起来才会更自然 这个配戴效果非常赞 因为中间只有两厘米高 所以特别特别的自然 然后它软软的 好固定 也方便往上插发簪什么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 它整体长度有点短了 这个是大号的电发板 卖家长度标的是16厘米 我量的是15.5 这个和小号的宽度和高度都是一样的 这是两个尺寸的对比 它的背面也有固定用的小梳子 这个长度对我来说有点长了 可能是我发量不够 所以两头的部分就没办法完全用头发遮起来 不过这个戴在头上的弧度和小号的一样都是让人很满意的 反正头顶加上别的发包最后也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这就看妹子们的喜好了 这个在淘宝上叫公主头发型增高垫 或者是刘海烹发垫 据说是韩国产品 不包括梳子部分的话 它是10厘米长 4厘米宽 2.5厘米高 和其他的电发器都不一样的是 这个材质是尼龙 加上PPS也叫塑料钢丝 据说耐高温耐腐蚀 不过我只看中它的发丝中间有间隙 软软的特别容易插发拆什么的 这个戴起来也挺方便的 都不用卡子一插上去就行了 不过这个效果嘛就不太如意了 毕竟人家卖来是电刘海的 这个弧度也怪怪的 而且太短了 下一个是三件套的公主头电发器 似乎是日本产品 我看网上又分开单独卖的 这个我当时看了很久都没想买 因为我觉得它看起来就很硬 而且侧边还是90度直角 不过幸亏我把它买回来了 这三件的主体部分都是硬的 所以它自己本身就有固定形状了 然后它的上下都有一层魔术贴 所以放在头上就不用再用卡子固定了 小号的给大家看一下 有点太短了 不过也是可以用的 大号和头的弧度差太多了 放哪都不合适 必须和另外两个搭配的用 也许可以做唐缝的电发用 不过中间这个号真的特别好用 长度做两侧电发也特别合适 形状也好看 尤其是我的额前有好多碎毛 可以直接压在魔术贴上就粘住了 就是我今天拍摄的时候心急了点 头发没有好好梳整齐 不过这真的是我最惊喜的发现了 像我一样碎发多的人不妨试一试 魔术贴的缺点就是摘下来的话 你的发型就毁了 所以最好是一次到位别弄地方 最后这个叫刘海增高垫 尼龙材质 一整圈下来都是魔术贴 它最特别的地方是有个固定头发用的小扣子 这个还蛮好用的 其实我不用戴上它就已经知道它太短了 做两侧电发就免了 除非你中间还要加上别的东西来填空 不过人家既然是刘海发电 放中间还是可以的 平时穿时装出门的话倒是可以用的 那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所有的牛角包和电发器的对比 希望妹子们看完这个视频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牛角包和电发器 总是美美的汉服发型 那我接下来还会做一些关于假发片假发包 还有如何做汉服发型的视频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意见 都欢迎你在底下的留言区来告诉我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 也希望你把它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你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继续做更多有关汉服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视频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